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场见证鼓励 启发喜剧人们的成长 也和观众一起享受快乐 用喜剧作笔 描绘人间喜乐 以喜剧为良 传递人生百态 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 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喜剧的喜剧 感受校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由吴比戴旭和鄂敬文带来的小品 假如婚姻是门生意 用一场宛如生意谈判的婚礼彩牌 讽刺了一对年轻人 对待婚姻斤斤几脏的故事 看似荒唐的背后 引发了众多年轻人 对于婚姻本质的思考 谢老师娘 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都永远地爱她 照顾她 忠贞不渝 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 好 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 我们就进行下下 你听我说话呀 我说我不愿意 不愿意呀 那既然彩牌中断 我们进行商讨阶段 来 二位 接一步 新娘 刚才是您提出的一意 那就由您详细地 阐述你的观点 好的 我觉得这段誓词 不太合理 你看哈 什么程度的病 算疾病 穷成啥样算贫穷 多不快乐算不快乐 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 又不快乐的逆境 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啼壶灌顶 啼壶灌顶了 来 给我一下啊 刚才文文说的这些 必须写在合同里 贫穷 但不至于变卖家产 疾病 治愈之后 必须有自理能力 不快乐 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 说笑话这个劲 这样的逆境 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我同意 你俩爱咋地咋地 咱们婚礼彩排继续 新郎新娘 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但是能自理 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 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但是不完全逆境 都永远地爱她 照顾她 忠贞不渝 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我愿意 在很久很久以前 等一下 在哈尔滨 我说等一下 不是 不是我来喊的 那谁 是我喊的 你来干啥呀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不是个玩意儿 我是她的前男友 前 还男友 他这是要控股啊 错 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 亲爱的文文 看见了吗 我就烦你这种 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跟我撕脸是不是 文文 他要是这样的话 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 所有的 从现在起 我可以退一步 一步 一步也叫退啊 文文 我对你所有的要求 我可以退三步 三步算啥呀 你看我这 我退五步 三百步 还有没有更高的 我五百步 五百步一次 一公里 几个我 一公里 你退一个我看看 退就退 一米五 三米 我数学贼拉好 九米 十二米二五 十七米一七 二十二米 赶紧再把门锁人 快点 无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 好 你看出来我当时 为啥把他踹了不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继续 好 在 很久很久以前 在 哈拉宾 我都会了 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是老弟 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怎么说话呢 那能不会吗 你像接下来 你们两个交换戒指 接下来入洞房 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 祝福你们早生归子 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 提到归子 这应该是我们婚姻 重要的衍生品吧 那必须的 而且还是全都产品了 你退下吧 我俩有个新项目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你俩结个费是真费劲的 文文 如果说 这个衍生品 我应该算是甲方吧 以后我要给他买 尿不湿 买玩具 买汽车 买公寓 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得算甲方啊 这孩子 困了我得拍 饿了我得喂 人情我得交 事故还得会 一辈子静爱累 碰着婆媳问题 我还得往后退呢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 真是煞费苦心啊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 要不让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 本来要回娘家的 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你要是这么说 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 我必须陪你加班 你说这个衍生品 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我都想好了 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讨厌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 在过去的十年间 音乐人小柯创立了小柯剧场 希望做中国人喜欢看的音乐剧 在喜剧的喜剧的舞台上 小柯带来了自导自演的音乐小品 因为爱情 一首美好的爱情歌曲 成功地唤醒了植物人 一对相爱情侣 在歌曲中互随忠诚 想想看 能让生活中很多问题迎刃而解的 往往大都是因为爱 老呗 顺掌 什么 有个悲情的要来裁缝我 裁缝我是吧 老酒 好好好 我在那等他 行 挂了 你怎么回事 快报报我吧 怎么了 小柯今天非要去跟我领那个结婚证了 小柯严霞了 你眼神可好使了 我藏在哪儿他都能看见我 苏大汉我可看见你了 又看见了吗 苏大汉 怪了跑不留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了 苏大汉我可得找你了 你给我好好的 你给我好好的 我不要 他怎么了 他 好像 植物 了 植物 complicado 他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植物了 你这不是眼睁睁得看见了吗 很突然的就植物了 很突然 你怎么把它弄植物的 什么叫我把它弄植物的 这不怪你吗 你给我过来 小房啊 俗话说得好 这男罪女各蹭山 女嘴男各蹭啥 你说你一天天嘴 这个鼠大汗满村的跑 我是见过猪年人 第一次见人年主 这个主受得了那么大刺激吗 他又不是主 他也受不了那么大刺激 老舅 那咱们想个办法刺激刺激他 换行哪 刺激好用吗 怎么刺激 我们家大汗 平常最讨厌吃 香菜了 他说这个香菜的味道 有点像臭大姐 你怎么了 我也不吃香菜 那他这是真植物了 我看也真是植物了 那我以后更得对他好一点了 是啊 你看看人家消防这个人品 老舅住这儿吗 老舅在吗 在呢 在呢 您好 您好 我是北京来采风的 是你啊 是我 真是不好意思啊 家里突然出了点事 我不能陪你去疯了 你自己先去疯一会儿吧 家里出什么事了这是 有个人突然植物了 突然植物人了 这还不明显吗 都从嘴里面长出来了 这长出了多久了 这个 从这个萧嫔言到现在 干五分钟吗 那行 这我能治 你等会儿吧 你是采风来的 还是凤了才来的 你看啊 这十几年前呀 有一则新闻 一个东北小伙 连放了十几天 有一首歌叫 《因为爱情》 唤醒了他的植物人妻子 这才五分钟一说 一放就行 肯定的 圣火小妙爪是吗 偏方 偏方治疗病了 你自己忍住吧 这这疯了 我这 走 睡得更响啊 好嘛 看来这个招啊 这药力不足啊 我求求你了 老师傅 咱别折腾他了 行不行啊 你别看这个孩子 长成这个样啊 但是他力行善良 勤劳勇敢哪 上一次我们村着火了 老汪家 他冲进去了 救出来三个人 千村老李家着火了 他冲进去了 救出来四个人 后村老刘家着火了 他又冲进去了 救出来五个人呐 您等会吧 你们这片怎么老着火呀 不是我们这片 志愿小方队冤呐 他可是个大英雄啊 陪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还有人在哪里游荡 人来人往 一个老不正经的 您看谁呢 大汉娜 我们两个从幼儿院到中学 都是同学 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一起上课 一起俯习 青梅竹马呀 每当寡讽下鱼 你都为我折讽当鱼 每当你饭不够吃 我都把我的饭给你 所以你现在胖成这样 都来我 一人吃两人饭 可不就胖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最近一直躲着我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每当你处任务的时候 我都提醒吊胆 知道你满脸雀黑的刨回来 我才能安心 这就叫牵挂 大汉娜 无论你长成什么样 耻成什么样 胖成什么样 你都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我这辈子只想嫁给你 真感人啊 你这个人嘴太碎了 一位爱情 不会经厉害 为你哒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母书 一位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苍蜂 我这首歌又沉默地欢喜了一个 你别嘚瑟了 跟你没有关系 我就没植物 我哪都是 撞的呀 你都是撞的呀 我早就知道他那是撞的 他都知道了呀 这就我不知道是撞的 小马 我说话跟你说吧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其实都知道 我又不是木头对不对啊 我实话跟你说吧 其实是因为我的职业 虽然我经过很多的专业训练 可是水火无情啊 我真是不知道 我能不能每次都活着回来 以前没有你 我真就无所谓了 以后要是有了你 我 我怕对不住你啊 所以你就装成植物拒绝他 因为装成动物 根本拒绝不了嘛 打他 你给我醒着 我爱你 就是爱你的勇敢 无论你是死的 活的 哪怕是植物的 我都会爱你 喜剧团队 门门小剑组合 带来的作品 你好礼物 用一场充满误解的求婚仪式 重温了一对年轻男女 从校园相遇相知 再到相濡以沫的恋爱经历 节目中演绎了许多因误会和思维差异产生的笑点 令观众捧扶大笑的同时 也重新回味起自己和身边人那曾经的美好 小剑 门门 门门 你等会儿 你这是求婚呢 还是祭祖呢 我太紧张了 门门 嫁给我吧 我就知道不同意 门门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高高细心答应我求婚的 小剑 其实刚才本来我是想要答应你的 真的吗 太好了 咱们再来一遍 你刚才是站那儿吧 再来一遍 来 门门 要不咱改天吧 没情绪了 王小剑 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怎么还这样啊 你这个人 你这是一点浪漫都不懂 你也别求了 你等你什么时候真正学会浪漫了 你再跟我求婚吧 浪漫 你总说浪漫 浪漫 什么是浪漫啊 那你至少要先送我一样让我心动的礼物吧 哎呀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能一点掌心都没有吗 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你闭上眼 不许偷看 我给你拿去啊 可算是开窍了 谁会送一把伞当礼物啊 你忘了 每次下雨的时候 都是我帮你撑伞 现在我送你一把伞 即使我不在你身边了 下雨你也淋不到了呀 多么贴心 多么浪漫的礼物啊 你送把伞 你管这叫浪漫啊 你不知道情侣之间不能送伞吗 你是盼着跟我散是不是 行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 我在最后给你一个提示 你好好想想 这些年 咱俩都一起经历过些什么事 你就明白了 我就 我们一起经历的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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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 难以忘记 初次见你 你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和我相遇 相遇 哎呀 对不起 那个 再见 再见 等等 凭什么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哼 你这个人 你光天化日明目张胆 你就加女孩微信 快扫 扫好了 又快迟到了 没有 国家反诈APP 她好坏啊 好一个偷心的贼 同学 叫什么名字呀 哎呀 小剑 我又晚了点 怎么才来呀 又起晚了吧 我没起晚 我娶我男朋友去了 你看 个头跟你一样 你觉得你很幽默是吗 哎 你好 嗯 请问3816是在这吧 嗯 谢谢你啊 帅哥 谢谢你啊 帅哥 不是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谢谢你啊 帅哥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没吃醋 你来电话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怎么不跟我说 谢谢我呀 帅哥 咱先别闹啊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我现在不太方便 一会儿啊 我给你打过去啊 照片啊 照片我看了 不太适合你 我一会儿给你 哎呀 礼物收到了 啊 喜欢吗 喜欢就好 过 过两天 哎呀 你别 太麻烦了 你 要非得过来的话 我在附近给你开个房 谁啊 谁啊 这么不要脸 让你接电话 谁 我妈 来 你接电话呀 妈让你接电话 哈哈哈哈哈哈 谁啊 我想看到你 不是为了抓紧你 我只是怕你会儿 行了 行了 别催了 我现在做好东西 发给你 能不能别烦了 啊 小剑 我快迟到了 你快帮我选一下 要迟到了 你就不知道早点出来啊 行了 你帮我看看 这叫好看吗 行 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 那你说这叫好看啊 还是刚才那叫好看 我觉得都行 你穿哪个不一样 你现在对我就这么不耐烦吗 不是 我怎么不耐烦了 我怎么你了 行 你行 你变了 我 咱能不能别无理取闹啊 哼 我无理取闹 你现在觉得我无理取闹了 那你到时别追我呀 那个时候你口口声声说 我一直对我好 这就是你对我的好啊 我对你不好吗 我一天就在我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呀 你吼我 分手吧 我一天就在这一日上 你还不会 Ona 别走 你还不一干屋 你还不一干屁 你还不一干屁 我还不一干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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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一干屁 凭什么 对不起 刚才我情绪确实不太好 你怎么敢凶我 你特别凶你知道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看你我还敢不敢凶我 你回家再打我 太凶了 好凶啊 王小剑你别跟着我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曼曼我刚才回忆了一下咱们点点滴滴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等着啊 别走 我给你拿去啊 诶 真明白了吗 快点 曼曼 这些年 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你刚才不说呢 我还蒙在鼓里呢 现在我终于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当当当当 王小剑 你在干嘛 送钟啊 对上了 我终于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要给我跪下了 你这是一套活呀 我又送错了吗 你看你这些年总害怕迟到还总爱迟到 你有了他以后再也不怕了 王小剑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就是个笨蛋 大笨蛋 我 最让我心动的礼物从来都是你啊 是你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 小剑 其实 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天 我都很开心 虽然你是个笨蛋 总惹我生气 但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对我来说 你送什么礼物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能和我一直走下去的人 是你 只有和你在一起 才是上天送给我的 最好的礼物 妈妈 再见 再次 大家